上个星期五 我在Morovia夜市摆摊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观众 一对夫妻也是基督徒 那每次我们遇到 我们的观众的时候 都很开心 聊了几句之后 他就看着我们说 就是我们做节目太深了 如果目标是年轻人的话 他们听不懂的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看法我完全不同意 吸引我读圣经的 吸引我跟随耶稣的 是律法跟圣经做人的道理 就是圣经上面 把对错、正义跟邪恶 写得非常清楚 圣经给了我人生的目标 还有活着的意义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是几岁有这样的想法的 我想一想回答说 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 他说你看 没关系呀 这是你的频道 只是建议就好 你听听就好了 他说的是PHC 我们的留言有非常多 有些人说我们说的太浅 根本没说到重点 重点应该是那些 邪恶的阴谋集团的根源 什么罗斯柴的家族啊 英国皇室的黑暗议程啊 有些人说我们说的太深了 年轻人不会在意 应该要讲一些 更符合生活的 如何跟人沟通啊 如何跟人相处啊 说话的艺术啊 我们每一个节目 都会讲到 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拯救更多的年轻人 要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圣经的价值观 我们要亲自的去读圣经 但是事实就是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牧者 跟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弟兄说的一样 认为年轻人都是白痴 他们这些人对于年轻人的看法 跟左派对于人类的看法一样 人类是愚蠢的 是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 没有追求正义的欲望 只有一天当然会想要 party 玩乐 唯一的兴趣就是 性爱 男女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台湾那些年轻的牧师 的YouTube channel 你去那边看的话 都只在那边说 基督徒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 基督徒可不可以看A片 基督徒可不可以自我安慰 沟通的艺术 如何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分成了儿童班 青年班 青少年班 成年班 长青班 各个年龄 谈论各个年龄层的福音 只谈那些 那个年龄在乎的圣经话题 我三十岁的时候 才有这样子的感动 要来亲自自己去读圣经 亲自的来认识耶稣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我国中高中时区的教会 什么都没教 就只是在讨论说 他们认为年轻人 想要讨论有兴趣的话题 我对于圣经的真理 没有任何的兴趣 因为没人告诉我 真理是什么 只说耶稣爱我 然后我们要活得跟耶稣一样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 耶稣是怎么活的 然后耶稣是怎么爱我 还有耶稣为什么爱我 他们只在讨论就是 世界的存在 但是没有讨论神 为什么会给我们世界 事实上就是 年轻人想要知道真理 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道德价值观 圣经是非常吸引人的 因为这些真理 在小孩五岁的时候是真理 等到他九十九岁 进棺材的时候 也还是真理 真理跟正义 不会因为我们的年龄而改变 我们的频道 有帮助年轻人认识耶稣 让很多人对于圣经有兴趣 然后才去读他 我们的频道 有让高中生去信主 去大学的时候 说他要努力 继续守护圣经的价值观 帮助大学生 找到他们的人生方向 有让同性恋 悔改不再犯罪 甚至还有一位观众 看了我们的频道 说他原本自认为是变性人 打算去做变性手术 但是因为我们的频道 让他知道他不是个受害者 他也不是个变性人 神对他的人生有规划 所以他就没有去做变性手术 这里不是在邀功 说什么我们的频道多棒 拯救了多少人 而是在跟老一辈的基督徒喊话 不要再把年轻人当白痴了 他们不是什么都不懂 他们追求真理 他们是有渴望 有追求的 他们不是一群只会用本能 跟欲望生活的动物 他们也是神的形象 他们也想要追求正义跟真理 但是这些都是教会 还有父母没有教导的 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想法 不能再只传半吊子的福音 不能继续的觉得说 年轻人就让他们放纵嘛 对不对 儿孙自有儿孙福 这就是年轻人的天性啊 事实上就是 这是所有人的天性 不管几岁 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可以控制自己 而且真理就是真理 到了几岁都是真理 我们就是要当一个 不害怕 无畏惧的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这么失败 就是因为教会没有在教导真理 跟真理心牧师说的一样 那些孩子在上主日学 学的就是那些 没什么营养的东西 教会的大堂 为了增加人数 讨好人的内容 在这个样子下去 我们就会变成对圣经 还有真理没有任何的兴趣 对真理没有任何的感动 只是纯粹的追求 自我欲望的一群人 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是 有这个感动 我们不只要拯救下一代 我们还要拯救上一代 美国会堕落 就是因为教会失去了方向 因为基督徒变得软弱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每次的影片重点都会放在最后一段 基本上没有人看到最后 所以今天我把它放在最前面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把年轻人当白痴 然后传半吊子的福音了 我们自己也不能只听 我们自己想听的福音跟律法 我们要变得刚强 我们要亲自的去读圣经 了解时事 我们才有可能翻转这个国家 我们要改变的不是政治环境 不是共和党执政 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你想要帮助我们的话 请到我们的Coffee 参加我们的会员 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跟我们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不只是下一代 还有上一代 我们的教会要翻转 好了接下来就来讨论今天的新闻吧 我们永远都在做很蠢的事情 而且我们会自食二国 就像我们的边境问题一样 现在所有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 民主党控制的州 加州 纽约 华盛顿 DC 全部都开始大声的 愤怒的出来发言 因为有很多共和党控制的州 把很多非法移民送到那边去 这些非法移民会在那样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南方边境 被我们的总统刻意地打开了 为了讨好那些民主党控制的州 因为他们觉得打开边境 是在做善事 是在帮助那些非法移民 就像我们的加州 我们很多住宅区 还有很多商家 会在上面贴很多什么标示 说我们这间店支持黑命贵 BLM 我们支持女权 女权就是人权 没有任何人是非法的 科学是真理 爱就是爱 这个样子很多那种 Virtual Signaling的广告 或者是标词吧 目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自我感觉良好 你看看我多在乎现在这些议题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真的有BLM发生暴动的话 你的店或你家就不会被砸 或者是如果说真的很大量的非法移民闯进来 然后需要帮助的话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因为你已经展示了你有非常多的同情心 跟同理心的这些宣言了 所以如果这些非法移民或者是流浪汉 真的到他们家门口的话 他们就会说 这里是私人领地耶 你不可以在我这边了 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不然就是会给他们几块钱 然后放在这个Facebook 还有IG 或者是Twitter上面说 你看我多好 我多棒 我有多有同情心 同理心 我在做多伟大的事情 就像很多那种教会在礼拜六礼拜天没有什么喂养 然后教友基本上连基督教基本的律法都不知道 但是教会会一天到晚去哪里发食物 只为了PO上网而已 那些善意的标示 只是一个防护色 只是一个防护措施 避免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不会被攻击 各位可以发现就是 真正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真正治安变得很差的时候 那些什么标示 那些善意标示都会改成什么 请微笑 你在被监视器录着 或者是 这是私有领地 是属于某个某个保险公司之类的东西 事实就是 没有人喜欢流浪汉 没有人喜欢非法移民 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要帮助非法移民 也不是要帮助流浪汉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叫 你去帮助非法移民 叫你去帮助流浪汉 Von DeSantis上个星期 大概送了大概50个 48个非法移民去 Martha's Vineyard Martha's Vineyard大概有 2万多的人口 所以送50个人去那边 就会造成人口爆满 造成人口危机 是个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更可笑的是 但是前几天我们的最聪明 最公平 最完美的副总统才告知说 边境很安全 没有任何的问题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Kamala Harris说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策略的策略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同时我们纽约的市长 Eric Adams在这边说 如果你认为 Joe Biden的边境管理政策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简直就是山顶洞人 对不对 Joe Biden是美国的红太阳 没有Joe Biden 就没有美利坚人民共和国 但是我们 可不可以宣布 纽约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了 还有联邦政府 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一下 我们这个有850万人口的城市 然后现在多了几千个非法移民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发布紧急状态 但是这跟我们的领导没有关系 这跟我们的红太阳没有任何关系 Joe Biden太棒了 完美无瑕 或许他脑子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所有边境的问题 全部都是在他掌控之下的 这实在太强了 在同一个记者会里 他同时说这个政府对于边境的问题 辽若指掌 但是同时又要发布全面紧急状态 说自己被非法移民侵入了 因为纽约市没有这个能力 来收容这么多可怜 无家可归又没有身份的人 然后现在他们说 现在市政府在重新评估 纽约市是否有这个法律权限 来给这些人庇护 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而是因为他们或许 没有这个样子的法律权限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纽约州的容纳量 已经到达了一个 breaking point 临界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从5月到现在 大概有差不多 1万1000多个庇护者 已经来到纽约了 所以说德州佛州就没有这些法律问题 就只有你们纽约有 你们不是庇护州吗 你们不是sanctuary city吗 过去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已经有200万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了 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德州 Del Rio这样子的边境城市 Del Rio的人口只有3万5000人 各位可以从数字上面看出来吗 200万的非法移民 跟3万5000人的这个城市人口 纽约市长说 有1万1000人到了纽约 就是全城的紧急状态了 纽约的人口大约是850万 不管是住宅还是市府资源 纽约都应该是一个比较充足的地方 但是这个就是民主党拒绝承认的东西 非法移民的问题 从来不是来自于德州或者佛州 而是来自联邦政府的政策 所以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白宫 我们史上最能干的白宫发言人 只因为他是个黑人的同性恋 就代表着他才华洋溢 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回答的 Does the White House stand by those comments that the border is secure? What we stand by is that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that we can to make sure that we follow the process that's been put forth that's why we have historic funding to do just that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lks that we encounter at the border be removed or expelled and again the facts are more individuals encounter at the border will be removed or expelled this year than in any previous year but that's the work that's that's we that we have been doing is the border secure? I'm just going to refer back to the Vice President we agree with her we agree that the border is secure but there is still more work to be done 突然这个边境问题是否安全的问题 就变成一个机身蛋还是蛋生机的问题了 白宫发言人 请问边境安全吗? 边境很安全啊 因为副总统说边境很安全 那副总统请问边境安全吗? 当然啊 因为白宫播了很多款项 然后说边境很安全啊 然后呢 记者就真的去问了真正的非法移民了 请问美国的边境安全吗? 各位可以看一下 真正的非法移民是怎么回答的 他是其中一个被送到副总统家附近的非法移民 就是德州州长派过去的 他的回答是 我就在这里了不是吗? 我都能在这里了 你觉得你们的边境安全吗? Vice President Harris said that the border is closed is the border closed? do you believe that the border is closed or is it open? it's open, not closed the border is open the border is open do you believe that all the migrants believe that the border is open? yeah, everybody believes that the border is open it's open because we enter we come in free no problem but it's open for you to come illegally, right? illegally, yes, illegally, that's true and you came illegally yeah, we came illegally, not legally 不好意思 这真的就是 不能再更讽刺了 副总统说边境很安全 已经封死了 你认为呢? 我就在这里啊 不只我 全部的非法移民都知道 你们的边境是完全开放的啊 我现在就站在你们的副总统家门口耶 而且我是非法移民 我是非法跨越边境的 再强调一次 是非法的哦 我很少看到这么讽刺的东西 而且真的是 百分之一百的黑色幽默 副总统在这边说边境很安全 然后一个非法移民站在他家门口说 边境是完全开放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讲到我们的佛州州长 他真的是一个很会搞 Public Relations搞PR的一个人 大家什么放到纽约啊 加州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就只把50个非法移民 送到了Martha Spaniard Martha Spaniard 住的全部都是 民主党的大官跟有钱人 欧巴马 柯林顿 Bill Mary Spike Lee Oprah Larry David Jackie Kennedy 全部都住在那个地方 当我想到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的时候 真正那些受害者被集权压迫的时候 这些大概包括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啊 还有什么香港人现在也算吧 还有什么非洲在一些什么武装集团统治下的难民 还有最新的就是那些在Martha Spaniard住的那些有钱的民主党 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无时无刻都会要看到那些非法移民在那边走来走去 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改变啊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佛州的州长Ron DeSantis都是他的错 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把非法移民送到一个所有左派大官的这个度假的地方 破坏这些人的生活 以下是Ron DeSantis的回应 他说你们也不想待在佛州啊 佛州不是一个庇护州 你们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会被抓起来的 是会被遣返的 你们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被人蛇集团骗 你们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去这些庇护城市庇护州啊 所以我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啊 他们爱你他们欢迎你 所以我在这边愿意使用佛州的纳税人的钱 来帮助你做一些好事 这里是一张免费的单程机票 来自慈善家Ron DeSantis 是吧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啊 有些人在Martha's Vineyard 真的是在帮助这些非法移民 他们真的是信守他们的承诺 没有违反他们签署的法案 但是我们的媒体却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一个 偷渡人口 人口贩卖 为了政治目的 欧巴马在Martha's Vineyard 有一栋房子 1400万 7个房间 8个厕所 平常都没人在 占地29acre 29樱姆 就是如果欧巴马要的话 他可以给那些非法移民 一人半个acre在那个地方住 让他们在那边搭个帐篷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欧巴马不会这么做 他们认为这都是共和党的政治目的 所以与其让这些非法移民住在他家 可以跟他一样享受这样的度假圣地 享受他们的美国梦 他们决定把这些人全部都送到附近的军事基地 让我们这些纳税人来买单 很帅吼 现在的新闻实在是太强了 最后还是要提一下对不对 你看这都是共和党的州长做的事情 然后把他们赶走 再放到军事基地 也是共和党州长做的事情 千错万错都是共和党保守派的错 然后Ron DeSantis的回应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人一直去Martha's Vineyard的话 就好好的管理你的边境啊 很好笑 真的是个闹剧 现在Ron DeSantis也要被告 罪名是什么 没有说明 只是一个德州的警察在说他的行为很恶心很糟糕很无耻 然后说要告他 基本上我是全力支持佛州州长这样做的 因为这个做法真的是彻底的显示出来民主党到底有多虚伪 但是这样做是对的吗 当我们的敌人在做非法的事情 我们就用相同的方法来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民主的后果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我跟保守派的我有点冲突的地方 基督徒的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 一个一个神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全部赶回去 但是同时这些问题就全部都是民主党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又很同意他这么做 换做出我的话 我还会把什么是什么同性恋啊 恋同屁啊那些人全部送过去 然后把这些变态的议程全部都立法成为非法的 因为反正是他们自己要把自己当成庇护州的 那么那些人都可以去那边寻求政治庇护才对啊 所以今天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说出你的想法 想想看如果你是Ron DeSantis的话 你会怎么做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